曲名字幕視頻 最不需要愛情的人 是最最自戀的人 也就是說最最未成長的人 因為愛情很大的一個元素是付出 自戀的人是不需要付出的 對我來說 一個男子最重要是什麼 是他的信心 和他的實力 很多人认为爱情就是代表安全感 所以你应该给我的 但是男生的安全感去哪里找呢 所以男生的安全感根据出气的剧情 就是他出去外面的社会里找 他就要靠得到他那些国家 然后要得到那个社会的成就 来给他安全感 但是太太要的安全感 又不明白其实男人也要安全感 所以两个都在那里要安全感 为什么我常常提出爱情和感情的东西 因为爱情一定会出发的 出发了之后不是说他完全没有 他是有不过他应该是要增长的 他要变成一个更大的感情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 将这种东西移去那种东西的前 你会很失望的 你就会觉得你变了 未结婚的人就觉得以为婚姻是一个很浪漫的 住在一起啊 他有一间屋给我 有人养我啊 我回来家有人煮菜给我 帮我洗衣服啊 大家互相有很多fantasy在那里 一旦结婚之后就发现 那fantasy结婚之后 我就很想 最好不要付那些债利 所以你的选择 你都知道你自己要付那些债利 他是不是right person 或者是who is 什么是right person 你都要自己要清楚 因为其他人没有办法帮你解决 或者告诉你什么是right 什么不是right 相爱是容易的 相处是困难的 所以相爱你是因为有attraction attraction都来自某种fantasy的attraction的 不过当你相处的时候 那些fantasy是全部out 都没有的了 那些东西全部没有了 如果你没有某一种比较 大家互相可以包容的感情在那里 不会last的 life has to go on 生命是活的 要向前走的 因为其实你的人生当中不可能 不可能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小小的 就是爱情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不管你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困境 对我来说我都遇到太多了 每一次都告诉自己 这一分钟过了之后 下一分钟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 这一分钟很痛苦 下一分钟会更好 所以你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所以在这个当中 你就必须要选择一个 懂得尊重你的男人 你的partner